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怡在旁边响声说 我相信我老公也听到了 其他的妻子才反应过来 好像张子怡也没有办婚礼 张子怡解释 当时确实是不想办 但是现在生活安定之后 就有一点点憧憬了 不仅是憧憬她和黄蜂 还有孩子 她说 我有两个孩子 一手抱一个 张子怡说完这句话 我有一点惊讶 我以为有了行星和笑苹果 她已经够操心了 结果没想到 居然还想追生二胎 袁咏怡也特别可爱 说回去就怀孕了 张子怡 我一个人睡 这有问题 静静解释 我的意思是录完节目就怀孕了 然后镜头就给了方峰 方峰听到了 当然是继续抹镜像啦 然后说了四个字 积极配合 哈哈哈哈 这个积极就很让人脸红啊 那既然要生二胎 会不会想生要一个儿子呢 毕竟是叹性的说 方峰的回答是对 凑成好字当然是好 但我觉得 张子怡也没有很在乎说孩子的性别 生二胎 汪峰说 张子怡想的是找一个安定的时间最幸福的时候迎来 至于结婚 那就是在有了二胎之后 最轻松舒服的时候 张子怡可以一手牵着一个走出来 你们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你加四口 加小苹果五口 整整齐齐 气势庞大 当然 这样暴露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感觉张子怡当妈当上瘾了 她的微博简介 没有任何的光环 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醒醒妈妈 她还当妈妈 汪峰说她胀奶的时候特别难受 但是她表现出来的都是绝乱 张子怡说 像苹果第一次见她就叫她妈妈 在场的人都有点震惊 其实 慢慢看下来就有点理解了 她有耐心 也很温柔 重要的是爱孩子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当妈的最好的品质吧 这就是你 shore bzw 这样的风险